第4月 弟兄姐妹早安 又來到我們的 聖經加油戰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今天要讀的是以佛所書5章28到30節 我們一起來攻讀 請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 生子 愛妻子 便是愛自己的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我在这段这三节经文里面 我选的最重要的经文是28节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到女人是从男人身上的肋骨所变的 因此妻子是男人身上的一部分 当我爱妻子的时候 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这也难怪 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不是的父母 父母愿意为子舍己 也因为孩子是从父母而来 父母的心就像天父的心一样 因此当想到妻子是由己而出 我便能够理解一体的概念 既然是一体 我就爱他像爱我自己的身子一般 没有人冷了不多穿点衣服 饿了不吃饭 累了不让身体休息 我也要像照顾自己的身子一样 来照顾我的太太 我们用五个询问法 来看这段经文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我们要照样爱我们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有什么应许呢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没有去爱我们的妻子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既然妻子是自己的一部分 有什么是身子有需要 我不照顾呢 我不体贴呢 愿神时常让我想起这一点 随时提醒我 直到成为理所当然 有关上帝 我对他有什么新的认识 上帝使我明白夫妻之间的关系 感谢主 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灵修 感谢主 主啊 今天你让我知道 我们夫妻是本为一体的 既然是一体 我爱他就像在爱自己的身子 当我肚子饿了 我就会去吃 同样的 当我肚子饿的时候 你就让我想到 我的太太是不是肚子也饿了 我的太太是不是 没有穿很多保暖的衣服 她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我要时常的关心 感谢主 你让我知道 我们夫妻本来就是一体 主啊 我要大大的赞美你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亮光 感谢主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Amen